来吧 进去喝多点料汁 待会儿就吃你 你敢相信世界上最好吃的鱿鱼品种 南鱿鱼这两天在澳大利亚犯烂了 为了找到世界上最美味的鱿鱼 过去一年带着鱼泉花重金出海 品尝了各种各样的品种 这不突然又接到一个澳大利亚钓友的集讯 说每年的这两天正是叫顶级鱿鱿鱼品种 南鱿鱼的最好季节 据说现钓的南鱿鱼 言诺至极一口入魂 但是错过就要再等一年 这哪里能忍 回去澳大利亚找他 南半球跟国内的季节是反的 现在还是冬天 前两天还在国内穿大短裤呢 这两天来这边都已经穿棉袄了 但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才是鱿鱼最大最肥最好吃的时候 你知道吧 因为鱿鱼这玩意普遍说明就一年嘛 基本上就是春天出生以后 就开始不停地干饭 然后就一直干饭干到冬天 就是现在 然后就开始扯毒了 然后生仔在啥的 然后完事了 差不多过两天就死了 我们要让他的生命 发挥最后一点余热 对 这边鱿鱼是那种很名贵的品种 是吗 这个意大利叫 卡拉玛里 这有一个另外的名字 它不是叫碎 市场上卖大概将近50块一公斤 一百 一百二十五一斤 一斤 我的妈 那很贵啊 市场上买啊 餐馆更贵 你现在掉到了生烟厂呢 我们特意做了生烟汁 你看这盒子够装吗 应该勉强 可以 勉强 相信我 一条就买 大的有这么大 我的妈 我的妈 那个桶有52公分 它加上鱿鱼戏一条不一米多了 但是啊 里面来了 一线 一年 不要这么没信心 要有说 之所以这么早出海 是因为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 正是鱿鱼们干饭的时间 这个时候最好钓 全世界钓鱿鱼的方法 都一样 用这种尾部带伞撞钩的甲香 鱿鱼抱住以后 就会被狗子勾住 然后把甲香 沉到水里鱿鱿鱼藏成的水草附近 接着不停的抽杆子 模仿小夏 在水里逃窜的样子 吸引鱿鱿鱼进攻 中了 哦 来了 哇 这么好钓的 第一个就有 这个很小了 马拉米 哇 这么小一只 好可爱啊 这条烟了吧 哇 哇 哇 啊 啊 哇 这扶子废了 哇 这是啥啊 哇 哇 哇 我看到了 好像鼻涕一样 啊 这么小个崽子怎么装着它这么多磨的啊 啊 哇 啊 完了 谢谢废了 这个就是传说中非常名贵 最好吃的鱿鱼品种 难鱿鱼 单钓有数 小鱿鱼生吃不够甜 越大的鱿鱼才越甜 这种小鱿鱼 则适合油炸和椒盐 又来 大的 这好大 这条可以腌了吧 生油早就烂了呢 没有它产完暖 快隔壁了 太老了 钓友说老鱿鱼也不适合生吃 虽然味道足够甜 但是口感很差 只适合炒的吃 快点钓完一条都没有 我哪一点东西都没有 一起中了 你们这过分了吧 一人一条 没那么难钓 为什么你们不断 是啊就是说 没想通 我也没想通 我要去你们那边试试 我感觉你们这边位置比较好 又来 啥情况啊 你又中了 这应接不暇了 怎么 这里鱼情这么好 我们就不中 不是剧本 真的是你说 那怎么走 我确定不是剧本 这些鱼鱼完美的绕开了我们 完美的绕开了我们 就是不咬我们的 上面汤都快买了吧 是快买 可是已经买了 咋的这里鱼鱼不欢迎我俩 这边的鱼鱼真的 快咱们进去 我 我靠也废了 钓友也觉得纳闷 为啥不咬我们的购物赞 但钓友说 他想到一个办法 因为鱼是群居的 一般种了一条鱼 附近肯定会有他的亲戚朋友在身边 第一时间把耳抛过去 很大概率能种 那现在就等着你们种鱼呗 快点快点 我去 赶快丢王一� 王王王 他种鱼的地方丢 把他加固巴拉一钓上 哎 来了 来了 我也来了 终于 哇 这个方法好使啊 一边啊 哇 这个针得大 他种鱼的地方丢 把他加固巴拉一钓上 哎 来了 来了 我也来了 终于 哇 这个方法好使啊 一边啊 哇 这个针得大 他贼使劲在拽我的家 好爽 我可以 至少一点五分钟 哇 可以 哇 哇 哦 这条还大呢 估计是家里的长辈 刚才自己孩子被钓走了 赶紧出来找孩子 结果被我钓上 要我说 这条是最适合生吃的大小 足够甜 肉责也不会太老 来吧 进去喝多点料汁 这条就吃你 哎呀 还比较自己搅拌呢 自己往里吸汁呢 多吸点 多吸点 腌入味的 喝饱了 喝迷糊了 好香 这待会得老好吃 我都咽口水了 我要赶紧接着掉 赶紧赶紧 就是这种 看看能不能整的更大了 越大越甜嘛 那个重了 赶紧赶紧 往他旁边丢 重了 重了 王一波 重了 哇 不小 这条母的带紫的 哇 好肥啊 啊 我眼睛被糊了 王一波 啊 能不能把他嘴堵上啊 刚才不吐不出来了 啊 你看 吐不出来了 是啊 待会再吊上来 咱们就用手先堵上 然后再拿上船 什么 对不起 嗨 我哪有那么小气啊 请你喝饮料 喝喝点啊 不要客气啊 喝了这么多 得给你可坏了吧 啊 来了 哇 干了 干了好大 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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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掉那条的 亲戚都归我 我中了 哇 我好能喷这条 哇 哎呀 我真的是被喷怕了 你看 手堵住了 这不就完事了吗 啊 他占我 占我 他不 哎 哎 哎 好咸 哇 你的头发 全都是 啊 哇 哦 你好像被那个特斯拉给喷了 不掉了 不吃就行 哇 这里有鱼真的太夸张了 这里要是允许卖鱼 能不能赚翻了 这也多少钱啊 这四五千了 这就四五千了 咱们舱里面还有几十条 啊 总算结束了 我真的是被这玩意喷出阴影 哇 哈哈 哎呦 还在喷 看看什么味儿 哇 好香 这应该是死透了吧 呃 哎 我感觉我都不饿了 墨汁给我干饱了 哈哈哈哈 选说中最好吃又一品种啊 来尝尝 你那苦啊 这是什么 这一点也不好吃啊 大老远跑了半个地球过来 就这味儿啊 这不坑地呀吗 哦 皮是苦的 哦 我说怎么又苦又咸又色的 这玩意儿 哦 里面还有内脏啥的呀 里面这个肉看起来就甜啊 白白嫩嫩的 这个是热料店的那种感觉啊 赞点小尿汁 啊 哇 哇 巨甜 这有一个巨甜 王一杯 你要尝尝 哦 它很像甜虾那种味道 啊 这不可以是甜甜的 洛甜 是甜甜的 啊 哇 哇 嗯 哇 哇 哇 这个鲜度 这个弹性你看到没 之前在热料店里吃的那些都是硬的 嗯 哇 哇 哇 嗯 这咋子 整成牛鱼自助了 我都给喷成这B2了 都吃两块咋 就在这时 又收到一个埃及钓友的消息 说他在埃及的红海深处 钓到了非常罕见的钻石巨鱼 据说味道 这种小型牛鱼 更甜更鲜 据说 还有股特殊的响气 这点太有银了 就是好奇 我立马太语 突然飞去埃及找他 你是不是也听过 海钓非常赚钱 因为很多海鱼一条 能拎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于是去年 在羽泉花重景 前往国内的海钓天堂 深海一个号游戟 钓安慰的金枪 结果第一次去全海 第二次去垃圾余闹 亏了好几万块钱的我俩 还打算惊喷洗手 结果这两天后台私信报 说我们去的季节有问题 现在才是一年里 钓金枪最好的季节 一打发现 最近去的船 各个赚的都盆满钵满 钓到大的 甚至能一条回本 我立马联系钓友 托关系找到 最近战机最好的一艘船 我俩又忍痛 一人花了一万块钱钓费 看看这次 能不能一波回本 看来最近的渔情 真的很暴躁 一打扎码头 就挤满了 去钓金枪的船 我们赶紧出发抢鱼 开了整整留个小时 终于到了 王一波 熟悉的地方 我们又回来了 这次晕不晕船 这次还好 我一点感觉没有 感觉身体已经适应深海了 没什么问题了 小小深海 不足为据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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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